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即時攻略這個環節 三邊嘉賓有Jason Jason 你好 你好 看看大家如果有什麼股票問題 想問Jason的話 歡迎大家打電話來204-6566 又或者將問題WhatsApp 去到9157-1428 亦都可以電入去到 ask at bschannel.com 同一時間我們耀財財經台的Facebook 和YouTube Channel都在直播 大家有什麼想知想問的話 都歡迎大家留言 Jason就會盡快解答大家 然後跟大家看看廣告現在最新走勢 看到恒指現在跌388點 暴跌267804點 局局指數跌193點 暴跌10592點 而大市成交金額暫時是290億元 接著跟Jason說一下大市情況下 看到港股今早就低高61點 本身都可以欠手到27000 但之後就越跌越急 港股10月開局了兩天就連跌了兩天 現在踏入第三天 仍然都在跌 明顯就是跑酸美股 而且投資者的入市意欲都是偏低 恒指再上升的動力是不是都真的沒什麼呢 是啊 在九月最後的一兩天 基本上看到恒指上到28000這些關口的時候 發覺動力都不是很夠了 真正的關鍵就是 其實應該是這個星期二 當時恒指都在國慶黃金周回來之後 一天裡面跌了七百多點 基本上在昨天或前天都跟大家說 經過那一跌之後 基本上在九月中開始那陣的反彈浪 可以說是正式那一段落 亦都是重現了一個浪低於浪的形態 近來市場上關注一些焦點 在外圍上面就是加息的問題 因為看到鮑威爾一年兩天 發表一些公眾的講話 在那個語調上面 都對於來近經濟的展望 都看得相當之樂觀 甚至乎他都覺得 就說雖然現時的通脹仍然都是可控的 但是未來來來說 仍然都會keep著有個加息的行動 因為他都看到 如果在這個moment是放慢加息的話 那來近通脹的風險是有機會會失控的 甚至乎在昨晚方面也都看到 就說現時的利率水平和那個叫中期的目標利率 或者所謂的中性利率的水平 都仍有一段相當大的距離 代表著未來來說進一步加息的空間 都是相當之大的 變相看到在美國十年期的債息 都再一次升穿去今年以來的高位 也都升穿去去年那個高位 令到大家都會有些擔心 就說現在整體的環球利率是向上的 美元都keep著強勢 特別就是香港這邊 之前見到很多銀行都加了一個P 去到今年12月 如果當美國再加多次息的 那香港那邊是否又要跟呢 那會不會都導致本地整體那個投資的氣氛 或者融資的成本方面 都會進一步有個壓力呢 那這個就是一個外圍加息的問題 就導致港股比較弱的原因 那其次都在昨天和前天都不斷說的 就說國內的經濟的情況 似乎都比想像中還要差的 那前那兩天都出了一個PMI 無論財新或者官方的數據 都出道來是相當之差的 很多分類指數都表明了 內地製造業整體的訂單是有一個減少 反而複存方面就有一個累積 再加上扣進原材料的成本價格指數方面 進一步向上 那就是都反映了 就說內地很多現在的企業 特別是中小企 以製造業或者出口企業那類的公司為主的話 那可能現在都面對了一個盈利售壓的情況 那接下來你說去到下個禮拜 內地要放原價回來 也都會進一步有更加多的數據會出爐 譬如說一些轉出口數據 一些M2或新增貸款的數據 那再加上最關注的 就說工業增加值 還有固頭或者零售銷售等等這些數據 那出來的表現都還是不理想的 那會進一步令到大家 會對於內地第四季的經濟增速 進一步下滑的擔心 會是有一個升級的 所以變相對於港股來說 暫時來說的跌勢 或者整體的沽壓 很難說是摸了底的 那短期裏面會不會再要試 就說九月中那個低位 大概26,200多點 那基本上跟現時的水平 就不是說差太遠的 現在只有26,600多點 基本上接下來跌多4、500點 就會試回之前那個底部 那希望這些位置可以提供一個初步的支持 那我相信機會都很大的 就算你說來內地出的數據是差也好 那但是始終這一段的時間 由高位28,000來計算 跌下來都跌了接近14,000點 那初步都可能反映了相關的利膽因素 以及放原價回來 都要看回中央那邊 會不會有更加多的刺激經濟的政策 或者一些放寬流動性的措施會出台 那到時就希望可以穩定整個港股市場 好 說完大市之後 就想和Jason今天重點說一下那些內房股 看到今天那些內房股 都可以說全線低走 那就是因為深圳方面 就公佈了一些數據 那他就說九月 新建商品住宅的成交量 只有2200多套 按月就大減了差不多四成 也都較上年的同期 少了差不多一成七 那看到其實下降幅度都挺誇張 挺深 那你覺得這是一個單一事件 還是告訴大家金九銀十是不再呢 那深圳這些一線城市都預料了 今年整體樓市的 無論成交或者房價方面 都開始有一個很明顯的降溫 那也是因為本身中央 在這些一線城市的調控力度是加大了 譬如就說深圳在七月份的時候 都有個調控政策是出了來的 那當中裡面都是有相當之嚴厲的內容 那當中都包括了 就是限制房地產開發商 就賣樓給一些企業 或者對於公司賣樓來炒的這個行動 暫時叫做倒絕了 另外亦都是看回部分一些限售令 亦都是叫做開展了 比如深圳這個政策來計算 在你買了樓之後 那三年裏面 就不能夠再拿出來放的 亦都是防止了很多投機炒賣的行為 令到很多投資客來說 暫時都是有個卻步的 另外亦都說明會加強整頓方面 或者對於一些離婚 打算再去買一套房的那些人舍來講 會是有個限制 在這個所謂的調控政策上面 都被譽為深圳有史以來 一個最嚴厲的調控 所以這個政策出來之後 本身八月份的燒程都已經是有個轉弱 去到九月份 本身是一個旺季 亦都是還比八月份還要倒退成三成多 反映了這個調控的政策 開始是看到成效 無論在買家方面 或者開發商方面 似乎現在都對於樓市的看法 轉出一個保留 我都相信 整體深圳的樓市的成交 或者樓價方面 在第四季進一步回落的機會率 都是比較高一些的 剛才Jason 你說的政策 大家就簡稱為731條控政策 因為就是在7月31日實施 其實距離現在大約實施了兩個多月 已經有這樣的效果 而且各地其實都有不同的政策 之前大家都很擔心 不要禁止預售樓花 仍然是醞釀的 到底接下來這個反應 會不會慢慢出來 以及已經由深圳 或者其他一線城市 二線城市 甚至三四線城市 其實在今年年初開始 都看到很多即使三四四城市 去年年初 大家都覺得他們的存貨是比較高 那個調控不會一刀斥落實 但是看到其實從今年開始 情況都有一個很明顯的變化 他們在去年有一個很旺的銷程之後 基本上三四線城市整體那個樓房的存貨 都開始降低回到一個平均水平以下的一個level 所以你看回房地產的不開發商 之前不斷在三四線城市佈局 都希望借住這一層去庫存的周期之下 希望樓價可以再谷高一些 或者希望可以再擴大那個銷程 變相都令到不少一些發展商 在三四線城市那個銷程 今年以來都有一個很明顯的升溫 亦都是觸發到 中央方面都對於三四線城市樓價升得太急來說 是有過的神經 而且都開始在部署做很多不同類型的一些調控 所以即使你說現階段三四線城市那個 房地產市場不算真的有個很大的跌幅 但是比起去年九月份的銷程 其實很多城市都叫做減弱了 特別看回很多的新聞 說到現在十一黃金周開始這幾天 基本上內地是放假 應該那些人都會去排隊看樓的 但是這幾天都聽回很多地產中介商那些agent來說 都說看樓的人就比去年少了很多 甚至乎不少的中介都說要轉行 覺得未來這一年半載 內地的樓市都很難說會升得回 所以我都相信在這些比較貼近市場的人士的說法之下 接下來那個內房 無論是一線城市或者去到三四線城市 整體那個氣氛都還有機會會轉弱 好啊 剛才我們說的那些數字數據 就是深圳當局公佈出來的一些官方數字 不如我們又看看內房公佈出來的數據 看到其實踏入10月 都不少內房都相繼公佈9月份的合約銷售 好像恆大為例 看到9月份的合約銷售 其實都按年升了四成二 而碧桂園也按同比增長也有三成八 也想問一下Jason 看到他們的數字就好像幾漂亮 9月份的銷售 但是深圳出來的又一般 到底大家投資者應該怎樣解讀 之前也有些報道說內房有減價促銷的情況出現 這方面大家是否需要擔心 會不會可能的毛利情況也會有些受壓呢 那看回碧桂園的數據 因為碧桂園剛才看到了 碧桂園剛才看到了 應該是由今年年初至9月份 合同銷售金額我年升了三成八 這個升三成幾的數字 就不是代表著9月份我年升三成幾的 如果你看回碧桂園 其實是今年初那半年 基本上升幅都是有七八成以上 只說頭六個月都達到三千多億這個金額 代表著其實在第三季來說 是有一個很明顯的放慢 整個季度按季來說 或者按年來說 其實都有一個很明顯的倒退 當中包括9月份 其實去年來說 都是有一個很明顯的減少 所以如果你說碧桂園的數據 我又覺得不是特別好 甚至我會用差來形容 這個可以理解的 因為碧桂園可能自己都有些本身的問題 或者之前有些地盤 都出現一些工程的事故 導致一些人命的傷亡 他都即時要叫停很多的項目 都要做一個重新的整頓 還有要檢討之前一個所謂 不斷要講求快 講求要周轉得夠高的策略 還是否可行動呢 之前碧桂園管理層也都出道來講 他都說有機會在未來的時間 會是停了內地四五線城市 那個買地方的行動 甚至開發上面都可能會減慢一點 所以碧桂園 講過去一兩年一個這麼高的增長 不斷利用債務 利用槓桿 去做一些不斷的收購 我相信這個策略在未來的時間 就很難再維持下去的 至於你說恒大 當然數據方面就可能相對不錯 但是單一地產商出來的數據 就不能夠代表著整個行業 而我看回其實在八月份開始 都已經有不少一些上市公司 那些內房企業 公佈出來合約銷售的金額 也有變形 那麼安年就算是升修 是比起今年上半年來講 都是有一個很明顯的減慢的 所以我會綜合了 就是在這些數字之下 我仍然都覺得 內房企業暂時這一刻 也不值得去買住 如果拿著貨的話,投資者是否都應該見好就收呢? 見到有反彈的時候,可能大家都應該要減持呢? 剛剛提到,整個樓市的氣氛差,或者個別的內房企業出的數據都不是太好 當然,股價其實都在7月開始,個別的內房股都有個很明顯的下跌 譬如碧桂園為例,由6月中,由17個多,跌到現在只剩9個多 基本上你計算的跌幅都是相當大的,都跌了差不多接近四成那麼多 但是你說這一段跌幅是完全反映了所有利甘因素尾呢? 我覺得是未必的,特別是人民幣貶值,又或者內地現在在貸款上面 都盡量收緊對於房貸的審批,或者對於房地產開發商 借錢去到再投地,那個貸款的一個融資 所以變相,除了你說整個樓市氣氛差之外 一些高槓桿,或者高債務的內房企業 接下來都要面對著融資的成本會上升 又或者可能在融資上面面對一些困難的挑戰 所以變相的股價上,我覺得這一刻,雖然你看過PE,或者很多股值 都不是算貴的,但是既然前面還有這麼多的挑戰 或者似乎未來這一年,整個內地房地產市場 都見不到一個很明顯的好轉的話 我相信就算它在彈也好,但是幅度未必可以太大 好啊,謝謝Jason 跟你講完內房股之後,我們就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位李小姐在這裡,李小姐你好 李小姐在這裡,早安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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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什麼位置就好呢 是否一隻2600一隻屏保啊 李小姐 是的 屏保是77元 是不是 聽到剛才 不是 屏保沒有人講價 屏保我就70元 70多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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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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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問了 屏保不問了 不問就不問 在屏保 如果是走什麼位置就好呢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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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隻就2600 一隻就2318 兩隻都是想問 Jason 如果是的話 什麼位置可以走貨呢 說2600其實在這幾天 基本上它的走勢是相當之厲害的 甚至是完全跑贏了整個大市 那好像你說在昨天前天的港股急跌 但這隻股份不用跌不止 甚至乎今天都還在逆市 就在破今年6月份以來的一個新高 代表著現在在這麼多的資源板塊上面 看到鋼和水泥都似乎有個回吐了 但是鋁這個行業似乎有一個 谷底反彈的情況是出現著的 那看回你說在內地那個鋁的市場 今年上半年其實就一般的 因為本身都可能那個需求有一個減弱的關係 或者在那個供應面上面都還是有一個 存貨比較多的關係 令到電解類的價格都壓得比較低 相反地就說全球的氧化類的價格 其實就升上來的 變相就令到它們的成本有一個多大的 是增加的壓力呢 因為你要做電解類 那當中氧化類就是一個很主要的原材料 那如果你說那個材料的價格升 但是你去到下游 那個產品的售價又升不到的話呢 那自不然都是會有一個的壓力 那所以你看回在今年的上半年 特別去到五、六月那段時間 中類的股價跌得比較殘 但是我也相信這個情況去到下半年 應該會有一個改善 所以如果你計算直博率 計算股值 或者計算走勢比較落後的程度來說 似乎中類都還有一個直博率的 所以如果你說這隻股份你拿著貨 暫時都可以先保持 這一段有機會乘著勢 之前就叫做突破了三個六毫半的阻力 這一層再抽多一層上去的 那不排除有機會上到四個三至四個半左右 中國女業現在就在播三個八毫一 今天最高曾經見過三個九毫一 接著還問多了一隻平保 Bison 也是問回你了 如果想上網的話 還有多少空間呢 平保本身我都看得挺好的 就算你說這一層 跟著市跌下來 其實就不是它的問題 整個港股要這樣跌成千多點 三天裡面有這麼急的跌幅呢 保險股沒有辦法獨善其身的 因為就算他們的基本面多好 業績多好都好 你說到最後他們始終都有部分投資 都會放在港股或中資股 甚至乎A股那裡 所以如果整個中資股份的表現是不理想呢 對平保來說都會有一個拖累性 所以你看到在前日開始 上到去接近80元之後 都有個幾急的一個回套 但是這一層回套 我覺得它只是跟著大市跌 但是它的跌幅方面 比起其他股份又不是算特別大的 所以我覺得這隻股份你都還可以拿著 希望這一層的港股 跌到這麼上下 有個反彈 平保是有機會可以再上80元這些位置 去到80元樓上的話 你就可以找到去走些貨 好 麻煩你 Jason 接著我們再聽到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鄭先生 鄭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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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你好 我想按下報告建行 建行這個價錢不可以進入 還有 建行有沒有機會 跌到前一陣子的價錢 6.33元的推進 想問939是嗎 鄭先生 有沒有聽錯的 939和公刊是否也想問的 聽得不清楚 那位 是 加上939的價位可不可以進入 是不是3968 939是哪個價位可可以進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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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還有 之前 939的價錢是6.33元 今天939有沒有機會 就下到6.33元的價錢 不如我們現在時間關係 我們回答你一題好嗎 鄭先生 我們回答你939 哪個價位可進入 好嗎 Facer 問你了 鄭先生想問939的建行 想知道哪個價位可進入 最近內銀股都真的走勢一般 現在都跌2.2% 6.46元 怎麼看建行呢 內銀股的走勢 都是跟著整個大市走 你說他們差 當然是算差 但是 比起大市跌幅來說 他們又不是說算特別跌得多 只不過就說 你整個市要跌千幾點 那建行的股價 都要由大概6.8元 回到現在6.4元 都算是一個合理的跌幅 但是當然如果你說說 即是未來的那個挑戰銀行來說 都是相當多的 譬如說去到下半年 內地製造業整體環境是轉差了 那會不會都導致有些公司要倒閉 令到銀行某些的貸款收不回 那導致不良貸款比率 是有機會重新有個上升 那二來也都看回 之前中央都出了很多一些理財的新規 那變相對於他們在那個資本的消耗上面 都是比較多 譬如你要做一些債轉股也好 或者你要將一些表外資產 重新納入回去那個表內的項目 那其實都仍在消耗著很多資本 那所以對於這些比較利淡的因素 當市比較危的時候 就自不然的反應都會比較大一些 或者會更加吹向一個負面 那所以對於短期來講 內人股的看法都會偏向審慎一點 那如果你說未有貨要買 都不用說急於一時 那我就看會不會股價落到之前的低位 或者可能大概6.3左右的位置 才考慮部署駁一個反彈 好 主持人 我們回答多個WhatsApp問題 有朋友想問1193 那我想知道可不可以反彈呢 其實今天都看見它反彈了不少 也反彈了一半成 本位是29.4號碗 之前反彈跌就是因為初裝費要取消 現在這個隱憂消除了沒有呢 昨天我記得在下午的即時攻略環節 都跟大家探討過整個政策的內容 或者我自己的看法 初裝費對於很多城市來講 其實已經本身是沒什麼收的 所以就算你說 接下來重慶市那邊是說要取消的 不代表一刀切 在全國所有城市都會是取消的 還有說初裝費又不等同的接駁費 如果你說接駁費到最後是沒什麼變動 或者那個下調幅度 不是想像中說到那麼大的話 其實延氣股在這一個的估值上面 或者在現在這些股價上面 都是有一個吸引力 因為你看到個別的延氣股 都由他一個多月前的一個高位回落 跌的幅度都已經有三四成那麼多 現時他們的預測PE都只剩下13倍多 比起過去十年的平均值來說都為之低 所以如果你說以193為例 昨天有很多隻的營氣股彈 他都跟不上 今天你說去彈多一點上來 都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你說這隻股份要去到部署 短期我覺得是有條件 駁多一層一個反彈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接下來上去大概31個多 至到32元這些位置 好的 麻煩Jason你的分析 接著我們聽到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位吳小姐在 吳小姐 你好 吳小姐 你好 早安 聽不聽到呢 吳小姐 聽到 聽到 有些什麼問題想問Jason 我想問兩隻股票 1700 和一隻2318 我兩隻都沒有貨 不知道可以在什麼位置買 不介意 好的 我們先說了一隻平保 Jason剛才提及 平保剛才提及 當時投資者有貨 你就說看會不會常用到80元 如果沒有貨在手 現在這個水位又可不可以吸納呢 沒有貨在手可以找一些位置買 但由於這一段的市場比較頑皮 不排除剛剛提及過 有機會再試之前的底部 所以平保都一定會跟 就算你說可能它的跌幅相對小一點 但是沒有可能說市場要跌 它自己完全不會跟跌 所以如果你說是否有貨 想著買的 看看有沒有機會落到75元這些位置 才去考慮 上網一個短線目標 都是先看回80元 好 又問騰訊 又是沒有貨在手的 同樣都是想知道 哪一個價位是可以買貨 看到現在跌大2% 可以309.8元的騰訊 騰訊都是好像之前這樣說 始終現在面對很多政策的不確定性 都令到很多基金 或者很多投資者對於前景的信心 是有些減弱的 特別是遊戲方面的審批何時重啟 這是一個相當大的變數 一天未見到重啟的話 基本上它估計要升 都不要指望它升得太多 另外騰訊之前說要搞一個重組 策略上要重新制定不同的部門 怎樣利用數據上的整合 來發展更多的業務範疇 長遠來說 我認同這個策略是應該要做 甚至乎是做遲了 但是短期裏面 反而這一類的策略的重組 有機會令到短線的成本 或者一些開支會有增加 而且都會令到大家有個擔心 會不會現在本身一些收入比較重的業務 真的做不成功了 所以才要被迫轉型 這個也是對於市場來說 一個信心的打擊 所以見到它公佈了這個 所謂重組策略的消息之後 這個股價不但沒有怎樣升 甚至乎是這幾天都有一個明顯的跌幅 基本上已經跌到接近之前的低位 如果你說未有貨的 不如都再等一等 看看有沒有機會落到300元 哪些位置 或者大概300元左右 或者可能跌穿300元 290元左右的位置 才考慮去買 好 多謝了吳小姐的電話 亦都多謝了Jason的詳盡解答 這一節跟你談到這裏 先跟你申報 剛才我們提過的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呢 沒有持有的 好 麻煩你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再見